诗经学的初阶 我们来看 诗经学的初阶 我们来看 诗经学的初阶 诗经学的初阶 刚刚提到了 诗经的一些大致的架构 我们怎么去学习 那我们再快往下看 诗经学的分类 一般来讲 我们把诗经学分成两个部分 一般就是 分成一般的 还有特别的 那这两个怎么分呢 很容易 一般的诗经学是指那些 适用于解释整本圣经的通则 就是不管它是什么文体 都可以用这些来解释的 因为它需要有 最基本的诗经的法则 就是上下文字词义 文化背景 以经解经 这个我们以后会一直很熟练的 那如果是特别诗经学呢 是指着说要解释 圣经中某些特别的文体 比如说比喻 预言 语言 语言 预表 启示文学 诗歌文学等等 它需要特别的法则 就称为特殊 或是特别的诗经学 那一般的诗经学 我们看底下 一般的诗经学 任何一种文体 无论是散文 诗歌 书信 历史故事 你看看这里 我们的各卷书里面都有包含这么多 那这些都可以借着普遍性 或是一般性的诗经原则 来解释清楚 那这个普遍性 一般性的诗经原则 有上下文 就是前后文 字意 文化背景 以经解经 这四个方法 那研究以上的这些诗经原则 就成为一般诗经原则 或是普遍的诗经原则 然后有分成诗节来谈 那我们今天不先谈这个 我们先来谈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东西 就是特别的诗经学当中的一个预表 我们转到预表的解释 这一份讲义来 我们先讲预言 我们的圣经有人去计算 小弟也相信这个数据 差不多是保文之八十是预言 八分之八十是预言 预言 这个是对的 你看整个旧约 旧约之于新约 旧约就是预言 不管是故事还是言语还是预表预梦 因为他在时代上来讲 他是耶稣降生以前 那一段很长的 以色列先祖的那个年代 所以那些故事的言语的著作 不管是什么东西 他都是遥遥的指向的新约 因此旧约对于新约来说 他就是预言 整个旧约都是预言 只是形式不同 那到了新约呢 耶稣基督的记载 他的颜行举止的 他的神迹奇事的四福音书 使徒行算 再来后面的使徒的书信 一直到启示录 也是预言的形式写的 很多的景帝啊 包括史玉书还在试的时候 他就讲末日的时候 会有什么状况 有什么预兆 你看这都是讲未来的 那使徒的书信里面 写了很多也是指向未来的 然后刘大书 启示录 几乎都是指向未来 当然也有谈到他那个时候的 大部分也是指向未来 所以圣经 你看看 这么样的一个大部分 是谈到预言 那预言有几个表达的方式呢 这个是概论性的 我们先讲 有直接用言语去表达的 也称为狭义的预言 现在我们讲广义的预言里头 有包含狭义的预言 狭义的就是说 用言语来表达神 告诉先知 然后先知用语言来表达 那另外还有用 什么形式表达呢 我们那天有提到的 就是用行动的行动剧 演出简单的行动剧 叶利米先知被捆绑 叶利米先知 以西捷先知也都受苦 然后弥迦先知 还有何西亚先知 都是用自己的一些生活遭遇 行动演出 来告诉以色列百姓 未来要发生的 这是用行动去表达 还有呢 神用给他看意象 然后把它写下来 这也是预言表达的方式 还有一个 异梦 异梦呢 告诉他将来要发生的事 所以这个也都是广义的预言 那我们看起来还有一个叫做预表 预表也是在预先讲未来要发生的 所以他也是属于广义的预言之一 那你广义的预言就包含很多了 这个这里面应该是 等一下再看这个 现在先讲这个概论的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预表 它是用什么形式来表达 刚刚说用给他看这个意象 或是做预梦 就是梦的表达 意象的表达 那现在就是有一个模型 预先表达 用一个影子或一个模型 就好像说有一些是用梦来表达 有一些是用意象来表达 那现在这个是用模型 而且这些模型是实际上真的存在过的 这个形式叫做预表 然后我们要来解释预表 我们要去找预表 怎么去找 那为什么会有预表这个东西 预表这个东西跟其他 广义的预表的东西都是一样 都在讲未来的事情 只是有一些是用眼里直接说的 有一些是用梦境表达的 有些是给他看意象表达的 有一些呢 是给他有先用一个模型 预告 给他看到一个模型 那这个模型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 到了新约恩典时代 尤其是到我们今天 我们回过头去看 旧约很多的意象 意梦 预言 或是预表 这些重点通通是要弱点在耶稣基督身上 是朝向耶稣基督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应验的 然后预表这个这样的一个形式 它是比较复杂 而且带着一些条件 当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就去发现说 哎呀这真的是太奇妙了 神在历史上留下这么多的痕迹 他告诉我们说 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他是真实的 因为在历史上已经有很多 实在存在过的人事实地物制度 这些东西神已经预先把它标注 这个要做模型的 那为什么知道这些神要把它定作为模型的 因为在新约有回过头去讲这个东西啊 那现在我们就想起来了 刚刚我们有提到 哎呀你说这科学化系统化的研究 有逻辑性的这些研究方法 他不是圣经学者自创的 是因为我们看到 然后旧约成为一个模型 新约成为一个对应 然后又有经文直接的对应 或者是说有主题上的对应 那两个match起来 合的是合的 因为看到模型 后来看到实体 两个是相似的 主耶稣就是这样解释的 保罗就是这样把它拉过来解释的 那我们看了这样的一个解释方法 我们就说 这是从圣经来的 圣经即使解释圣经 那你会感动啊 所以你不会小看这本圣经 你不会觉得这个圣经是忽然拼凑的 不同时代 不同的人做 就是说就把它合起来 就把它钉撞起来就好了 不是的 神保留他的话语 神保护他的话语 并且我们深入去研究的时候 光是要表达一个广义的预言 就有这么多的形式 那这么多的形式最终最终极的应验 最后要极大成 都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来应验 那主耶稣基督身上应验要证明什么 不是为了只是证明一个历史上曾经活活的一个人 他重点是在讲救恩的成全 那我们今天这样看起来我们会很感动 就是说为了我今天得救 我们的神在历史上已经预先留了这么多的痕迹 已经铺成了这么多的东西 有影子的代表有模型的代表 有预言的形式 有这个预表的形式 有意梦的表达有意象的表达 我们的神是一个真的能创作的一个神 很有创意的一个神 他真的是可以从五遍有的神 他的智慧这么完全 我们的神是这么有趣 他为了不让我们读圣经千篇一律 都只是言语的这样的一个解释 他可以用很多不同形式让我们来查考 所以你一个一个去查考的时候 你就觉得趣味盎然 就不会觉得说千篇一律 就不会觉得枯燥 反而呢 你常常在那个转弯处 在转折处那遇见 属于书 遇见亮光 有亮光跟你点醒眼睛 哇 太奇妙了 那在你的心中化开了 你就非常感动 一个感动加一个感动 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是真实的 那么前提是什么 前提就是有一个能知过去找我未来的一个神 从过去活到未来 从过去的亘古到未来的永远 永远活着的一个神 永远完全智慧的神 掌握人类历史的神 他这样的神存在 他这样的神存在 所以他可以在历史上铺神这么多的东西 所以只有基督教有预表 只有圣经有预表 其他宗教的绝对不会有 因为你要有预表呢 他的前提是有这么一位神 什么样的神呢 活在永恒的过去 亘古的过去 未来的永远 历史 人类的每段历史 他通通掌握 而且他预先留下了魔形 指定了 这是魔形 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这是神指定的 因为后来来到恩典的西区时代 回过头跟我们讲 我们看了 哦 明白清楚 其他宗教没有这么样一个神 所以只有圣经才有预表 那为什么 为了让我们今天回过头再看 这个恩典这么样的确定 这个救恩是如此这般的合理 是一个完全出于这一位神的作为 让你感动得泪流满面了 那我们就是阅读圣经 多读多了解 你的感动就越多 你的感动把它变成一篇讲章 透过声音的讲解 语言的讲解 也能够感动我们弟兄姐妹 那现在我们就先 已经有这个概念以后 我们就进到预表 先讲定义 预表是什么 预表其实是预言广义的预言的一个形态 我们有讲过 侠义的言语表达 异象异梦的表达 或是用文字写下来 那现在呢 这个预表是借着一个人 借着人物 不是只有一个人 借着人物 借着事件 或是借着一些物体 他的表象 已经预先表明未来的事 也就是说 他是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人 真正发生过的事 真的有那个东西 或是一个时间 或是一个体制制度 祭司的体制 献祭的制度 结起的制度 这些都可以成为一个模型 那这个模型一定比实体物更早 更早存在 然后用这个模型要来表明说 未来有一个时间点呢 那个东西会出现 那个实体的东西会出现 那当然这个实体就是使得耶稣了 所以他是神所安排 现在旧约出现 却是新约某一个属灵事实的前影 主约书成全救恩定十字架 但这个都是在旧约找到模型 可都可以找得到模型 那像这样的表达方式 就叫做预表 所以预表他的形式是比较繁复 他受一些条件的限制 我们现在要挑到第三点 预表的特性 我们先讲预表的特性 回过头再谈其他的种类 预表的特性有六个特性 那这六个特性如果我们掌握的 我们去就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预表 那我们可能早些时候啊 小时候听那长辈在讲道 当他们讲到预表的时候 他会加长口气 这是预表啊 我好像发现新大陆啊 这是预表啊 好像很特别 但其实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预表呢 好像他能够发现这个预表 很有智慧 好像很奇妙很奇特 是的 到如今我们觉得说这个预表呢 现在我们把它解开来的时候 真的是会觉得很感动 但是可能透过这六个条件看了以后 真正符合这六个条件的 同时都有这六个条件的 可以成为预表的那个模型呢 会比我们原来认知的大概会少一点 那因为以前那个时代呢 也没有很严谨的世经学 也没有说经过这样的传承 那如果说以小弟的年龄来看的话 我们传教 以台湾传教快要一百年嘛 这个2026年就一百年嘛 那真教会是1917嘛 已经在2017年 已经传教已经满百年嘛 那现在我们来看 以小弟来讲 我可能是第三代 第四代的工人 第一代的蔡盛民长老他们 后来就杨岳翰长老 林先生林峰来长老 朱隆道长老他们 那另外第三代可能像林隆基长老 车户民长老 那小弟因为这个头发白得比较早 所以好像人家就说你越长越老 你这头发这么白了 就好像就在这个工作上 那大概是第四代的工人 那我们听以前的长辈 我们也看了一些世经学的书 也在我们过去的解经的这样的 小小的一点心得当中 把它整合起来 那这个都是圣经的东西 所以就把它整合出有六个条件 当然这也是小弟个人的一点小小心得 那这个心得 不是空穴来风 也不是突发奇想 也不是一个创新 是我们累积了前代 前几代的这些工人 他们圣灵感动的时候 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很严谨的法则 他们知其然 但不一定知其所以然 那现在我们比较后代的 我们可以知其然 我们师父也可以找到一些脉络 师父我们可以把它整合出来 有一些条件 那这些东西都是从圣经找出来的 都是从圣经 新约在解释旧约 这是预表 在新约解释旧约的预表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的连结性 然后把它定出来 大概有六个条件 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 你回去再看 预表就会清楚 我们第一个来讲 历史性 历史性就是说 它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 如果是空想的 或是说旧约的比喻 还是旧约的预言故事 预言故事就像什么那个福里啊 是不是啊 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那种预言故事 是一所预言的 在旧约圣经也有类似的这样表达说法 但是那是凭空想象出来 它不是一个具体事实的描述 不是占的有时间跟空间的一个真的存在物 所以说历史性就是在历史上真正存在的 占有一个时间 占有一个空间的这样的一个人 或者是一件事情 或者是一个东西 一个物体 或者是一个制度 那为什么我们讲这些 因为我们发现在旧约 有这么多的东西都成为 可以成为模型 那这些东西包含人事实地物制度 那这个时间是什么 时间比如说安息日这个时间 比如说节洗这个时间 那有预表啊 那这个制度比如说是祭司服事的制度 献祭的制度 赎祭的制度 赎祭的礼仪 还有整个圣殿建造以后 会幕的真理 圣殿的真理 这些都是体制啊 或是制度啊 那圣殿啊 预表教会啊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这些都包含在内 可以作为预表的模型 或是所谓的影子 所以它就是一个影子 它就是一个模型啊 那就是历史性 那再来 预先性 那预先性的意思是说 它在时间上的预先啊 旧约的事情当然是比新约更先啊 我们用一般人类的历史来讲的是这样 我们不是讲神对时间的看法 不是说讲灵界的时间 是我们在人类在历史中 在人类的历史中 在人类的历史时间上 它是预先的嘛 旧约当然是早于新约啊 那这个预先性 不是只有时间上预先 它另外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 预先指向未来的发展跟实现 存在于比新约更早 所以当然是有预先 时间上的预先 但是它也有一个趋势上的预先 它先讲明了 未来要发生的一个东西 但是现在先讲 并且未来它会发展 所以它一定有一个动向 它会遥遥的指向未来 它是跟你很确定的讲 这是 现在讲这个不是现在要发生 是未来要发生的 时间上是预先 然后发展性也是预先告诉你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个经文 就知道这个预先性是怎么解释的 我们看生命纪十八章 生命纪十八章 十八章十五节 生命纪十八章十五节 摩西预表耶稣基督是大先知 十五节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 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你们要听从他 那这表示什么 摩西已经先存在了 然后要有一个兴起一个先知像我 那这是未来的事情 在时间上是未来 并且它已经指明了未来真的要发生的 再跳过来十八节 我必在他们弟兄中 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 就是摩西阿 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 他也要将我一切所分布的说传给他们 然后谁不听他奉我名说的话呢 我必讨那个人的罪 他是说讲未来啊 不是只有时间上预先 趋势上的发展也是表明预先 这两个特性同时存在 那我们就说预表他有时间上的预先 也有趋势上的预先 那第三个相似性 相似性是很容易理解 因为模型跟实体之间一定有相似 模型或是影子跟实体之间存在着相似 但是我们再细问哪些部分相似 外在形象吗 外在形式吗 其实不是着重外在形式 通常他是着重内在的 什么 本质上相似 特性上相似 或是说他希望达到的某一种功能是相似 直分上相似 比如说摩西预表耶稣基督要成为先知 那就是在这个直分上相似啊 但是 等一下我们再讲 工作上相似 或是果效上相似 那就是存在着某种相似性 民宿记的那个20章 民宿记20章不是有一件的火蛇 红蛇在咬以色列百姓 很多人都会被咬死嘛 21章 然后神就告诉摩西说 你要用铜做一条蛇 那这条蛇你把它挂起来 挂在竿子上 如果有被蛇咬的呢 看一下这个铜蛇就可以活了 有没有这个民宿记21章的 这个我们等一下都会用到 这个是一个非常眼型的例子 看一下民宿记21章 民宿记21章 21章从第四节开始 他们从荷尔山起行 往洪安那条路 要绕过以东地 因为这个路很难走 所以百姓边走边埋怨 心中烦躁就抱怨神 怨毒神探摩西 所以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荷尔临出来 要让我们死在这个旷野啊 这个真的是 这个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这里没有两庙水 我们厌恶这个蛋堡的这个玛拿 那第六节 神就让火蛇 就是红色的 整个形状是红色的像火一样的 这种蛇进入百姓中间 就咬他们 以色列中死了很多人 那百姓就到摩西说 那里说 我们有罪了群女将神祷告 所以摩西就为百姓祷告了第八节 耶和华就对摩西说 你制造一条火蛇 挂在竿子上 凡被蛇咬的 一望这蛇就必得火 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 挂在竿子上 凡被蛇咬的 一望这铜蛇就火了 那我们怎么会知道说 这是要做预表 你这个不要把它盖掉 我们同时再翻过来看 约安福音第三章 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说明 满典型的 约安福音第三章 约安福音第三章 十三节 学书说的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生过天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这是表示说 望一望那一条被挂起来的铜蛇 仰望然后相信耶稣基督 就必得永生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历史来做说明 这个历史是不是有历史性 是不是真实存在过的 真的啊 人都被咬死了还不真实啊 真实历史性有 那有没有预先性 有预先性 那在时间上是预先的 再来讲到相似性 有没有相似性 相似啊 为什么相似 就是你一个一个对进去啊 都都不是match的 完全match的 怎么讲呢 第一个被蛇咬 这个蛇就是魔鬼 那在伊甸园里面啊 这个魔鬼就接着蛇嘛 被蛇咬 所以他有预言嘛 蛇要咬女人的后裔嘛 当然那个是指的耶稣基督 但是女人的后裔都被咬 现在你看百姓 你们就是有罪的 怨毒神 所以神就接着 这个魔鬼要侵害你们 咬了以后就死了 死了以后 那就是因为罪来死嘛 那现在呢 那怎么活 用铜做一条蛇举起来 就像主耶稣被定属一架举起来 所以这个动作上是不是相似 但不是只有动作上相似 它的功能果效性也要相似 怎么相似 因为在一望的时候呢 当时候一望的人被蛇咬的 它就可以存活啊 那后来主耶稣指的自己说 我就是那个被举起来的蛇 你们仰望耶稣基督仰望我 你们就可以得永生 那一个是得生命 得肉体生命 一个是得灵魂生命 都是得火啊 举起来的 被举起来的那个动作 一望的动作 然后得到了果效 那你一个一个带进去看 历史性有 预先性有 相似性也有 那往下看 真理性 真理性的意思是说 圣经中重要的教育 所以它不是谈一些细微末节 庞思末节的东西 它是强调重要的教育 所以神在历史上 就要表达重要的真理 用预表来表达 但不是说 没有透过预表来表达 就不重要 不是这个意思喔 而是说 你当你用预表这个形式 要来表达的时候 它是有关 有关红子的 是关系到重大的道理的 那就表示什么 救赎啊 这个祭司献祭 献牛羊的血来赎罪献祭 打造罪书的保血为我们赎罪 所以谈到救赎的 谈到弥赛亚耶稣基督 成为受高者 成为君王 成为祭司 成为先知的 这个道理当然很重要啊 其实就是整个 这个救赎真理的整个大体系 在救赎这个大体系里面的道理 那教会 你看会幕也好 和圣殿 就是要讲到教会 预表教会啊 然后呢 有很多的审判的势力 那就讲到说将来的审判啊 还有谈到末世论啊 末世论最遥遥的指向未来啊 这个先知有很多的议员 都是所说 耶和华道尔可不得日子要来 那一个日子要来 那个审判的日子要来 这种的语言在旧约非常多 所以遥遥指向末世 那这一类的道理呢 都是跟救恩有直接密切关系的 所以我们说它是具有真理性的东西 那再来 那里我们刚刚看到了 主义书被举起来 仰望它就可以得永生 这个跟救赎一样啊 所以真理性巨变 第五个 对应性 如果没有对应性 就不成为模型 不成为预表 为什么 你找不到对应 你说 这个是模型哦 要表达实体哦 但是你找不到实体啊 你找不到实体 你不知道说这个模型要表什么东西啊 但是你现在可以知道 如果是处于神的安排 在旧约有一个模型 新约一定有个实体来对应 为什么 因为我们神不是笨的神啊 我们神是完全的智慧 他不会mistake 他一定是找对应的 那这个对应有两个对应 第一个 新旧约经文的伴偶的对应 伴啊 不是 那个伴侣的伴 不然 少一个人啊 再多一个人把它补一个字上去 在打的时候没有输一道 经文的伴侣的伴 不是一伴的伴 讲一上 你把它改一下 相伴 相伴偶 对应 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可能有两个疮狂 经文直接对应 或者是主题教训的对应 一个是直接的 像我们现在你看 民述记二十一章 跟约翰福音三章 旧约跟新约 有经文上直接的对应 那其他还有 等一下我们讲到历史的时候 会再翻开来看 那现在就用这个历史来先说明 那你看看 有啊 直接对应啊 所以如果没有绝书 这个新约 约翰福音三章 再提起摩西举同舍这件事情 我们就不会认为说 那个旧约举同舍有什么教育 有什么样重要的道理 有什么样的预表 但现在我们在新约找到对应啊 两个合起来 就是模型跟实体间的这个关系 那有这样的 我们才称为是预表的形态来表明 那所以不是说你在旧约想了很多 短约很多想了很多 然后自己去解释 因为这样的一个形式表达 它的限制比较多 它的条件比较多 那你不要说你不要这么多条件 那你说不要这么多条件 那你把新约圣经删掉嘛 你把新约圣经有谈到这些把它删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找预表 是根据新约圣经来讲 是根据新约在解释旧约圣经 把它拉过来对应的 我们学它这个样子嘛 我们找到这个脉络 是我们去发现它不是我们创新 不是说我们去规定它 如果我们要规定它 我们不要这么多限制 大家都每一样都是预表 结果这预表就三千里 表哥 表妹 表姐 通通都表进来 那就这样也不成为预表了嘛 那现在圣经自己 它自己有限制 它自己有自己解释 那这样的形态 我们成为预表 所以当然我们才讲说它 限制比较多 好 那另外 除了经文直接对应 现在我们看了这个例子 就是经文直接对应嘛 但是有很多它很明显的主题 或是这个思想上 其实是对应的 新约也有类似的经文 类似的主题跟思想 然后旧约也有这个东西 那痕迹很明显 虽然不是不一定像主耶稣这样直接说的 那个蛇就是举起蛇 那个就是举起我 这么样的直接 但是在主题跟思想上 我们看起来说是非常清楚的 有经文可以佐证的 不是直接一个字对一个字的 但是它形体上来讲是一致的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认定它 所以它还是限制比较多的 那第六个 第六个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就是提升性 那为什么讲是提升性呢 就是说提升起来啊 那我们用模型跟实体间的关系来讲 就是有一个提升现象嘛 一个公司它要生产一台这个汽车 什么汽车 就是上下班的时候呢 会塞车嘛 那我们要造一台那个车子呢 它会长翅膀的 按钮翅膀伸出来 然后就喷火引擎就飞上空了 因为就避开塞车了 那你要向董事会报告说 我们要发展这样的一个汽车 那先做一个模型嘛 那模型可能是几十分之一 50比1还是多少 我不太清楚 那个比例看看 30比1还是50比1 那小小的嘛 就是小小的一个模型嘛 那形状就是这样嘛 但是这个模型可不可以飞 可会不会跑 不会跑啊 那你以及以后 两年以后生产的一个实体 实体的汽车 实体汽车它可以跑啊 如果真的条件够它可以飞嘛 但是这个模型的模型是让你看啊 跟这个实体是相似的 虽然是相似但是不等于 不是等于啊 不是所有的等于只是相似 那我们讲哦 提升现象哦 存在着一个本质上的差异 实体来对比模型 显著有提升现象 提升起来的现象 那提升起来的现象是什么现象 比如说我们讲 就用这个例子来讲 摩西 它用铜做的一条蛇举起来 那百姓存活 百姓存活是肉体生命活着 那主耶稣被举起来 是灵魂生命可以活着 可以得到灵魂的救赎 那摩西那一条蛇 是给人肉身得到存活 那灵性的生命存活 跟肉体生命的存活 两个比对起来 是不是有一个提升起来 实体的功能它是提升起来的 那大卫预表耶稣基督当王 那大卫在哪里当王 在耶路撒农 耶路撒农是当地上的王 那主耶稣他当王是当什么王 属灵的王啊 所以属灵的王 对比于这个属世的王 当然有提升起来嘛 那大卫他当王四十年又六个月 那主耶稣当王几年啊 没有年数的 他永远当王 所以四十年六个月 然后主耶稣是永远的王 提升起来 那摩西 摩西当先知 摩西当先知 他是从神领受神的话语 神给他写律法 跟他写这个实戒 颁布律法 给他写实戒 然后领受以后来传达 但是主耶稣基督 他本身就是真理啊 他本身就是真理啊 那是不是有提升起来的现象 那摩西所传的律法 只是一个预表一个影子 耶稣基督来 他亲自成为真理的本身 他就是真理本身 他说借着他就得着天国的福音 那是不是更直接的 你比一比 对一对都有提升起来的现象 本质上还有一些差异 相似但是并不等于 那另外再讲了 所得门王预表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啊 他是在这个地上当王啊 他当王的年限也是有限啊 再来他是智慧的王 但是他的智慧是神赐给他的 那又跟耶稣基督的不同 再来所得门王建造圣殿 是建地上的圣殿 物质的圣殿 随处建造的是属灵的圣殿 教会 有没有提升起来 有 你看我们就发现说 这六个条件 成为预表的特性也是条件啊 好 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再继续讲 好了 那我们就直接提例子来说了 我们就回到上面 种类 种类 第二个种类 根据就位的人事物加以分类 并且就他们的历史性意义 表明预先所隐藏的真理 好了 那第一个就是人物的预表 人物的预表呢 亚当预表竹类的头 第一代 是耶稣基督预表复活之人的第一代 第一个头 出手的果子 那再讲到人物的预表就是麦基喜德 麦基喜德预表基督是君尊的祭司 那大卫预表耶稣基督当王 所罗门也预表耶稣基督当王 然后摩西预表耶稣基督当先知 所以现在看起来受高者三个职份都有预表 受高者三个职份就是君王祭司先知 他们要承受这个职务的时候 神拆派他的功能 用圣高油抹在他们头上 这个圣高油就是圣灵 就是代表神的拣选 神的拆派 神的恩膏在他头上 神的圣灵帮助他 使他能够承接这个职份 能够完成这个工作 那就是先知 祭司 君王 都有 现在这个地方只是列举两个 再来历史事件的预表 以色列人旷野漂流的事件 是叫我们得渐渐也是一个预表 再来 挪亚经过洪水的故事 也预表洗礼的意义 那我们就翻圣经来看 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三章 彼得前书第三章 二十节 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 神容忍等待的时候 不信从的人当时进驻方舟 借着水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人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 你看看 新约自己解释啊 新约现在呢 他解释的时候 是拉挪亚时代进方舟得救 来讲今天的这个洗礼 他很清楚地讲 这个水就表明洗礼 那这个预表是不是有对应 直接对应啊 这不是我们讲的 是圣经自己讲的啊 我们去研究圣经把它导出来 引出来 整理所有这些现象 那这种现象 这个预表的 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叫做预表 预先有一个物体去表征去表达 那这个就是圣经自己说的 哥伦多前书第十章 看哥伦多前书第十章 哥伦多前书第十章 第一节以后 第一节以后 那我们看第二节就好 第一节好了 弟兄妹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我们的祖先从前都在云下 都从海中经过 第二节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他现在自己解释 在历史当中以色列百姓 因为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 然后他们经过红海 那现在保罗他说 这是预表我们今天的受洗 预表我们今天的洗礼 然后耶稣基督说 这是摩西预表耶稣基督 所以这段话就是在讲 今天恩典时代 然后拉旧约的时代的东西 真实存在过的人事物 你看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讲的 是圣经他自己解释的 圣经他把它拉对应过来 那通常是怎么样 通常是对旧约很熟悉的人 他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 有圣灵感动他 然后一领神会以后 马上他抓过来 串起来 像主耶稣像保罗 这是 所以这个不是天来一比 这个是圣灵的感动 也是神预先在历史上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铺陈好了 安排了 照这样 然后新约回过头去讲 我们这个地方感谢主 我们这种地方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 你看他讲洗礼 这两个东西同时都是 你看云在云中在海里 这两个水都是覆盖在整个人身上 云在上头 云就是水气 那过红海 红海的那个水是忙过人的身体的 那我们就从这个预表可以知道说 我们今天全身入水的洗礼是正确的 这两个预表 两个都是告诉我们在水里面 全身都在水的里头 而且这是动的流动的 那这是附带我们说明 预表 看看是不是圣经自己解释圣经啊 这不是我们自己发明 那我们就看到这些的共同点 我们就说类似这样的 就是圣经所要用预表来表明的真理 所以预表它是一个表明真理的方法 它跟语言直接传达有点不同 它跟异梦给你做的 跟异象给你看的 这又有些不同 那它的特性就是 刚刚我们提到了六个特性 符合这六个特性的 就是圣经要用预表来表达的真理 这一种方式 那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历史事件 也可以预表 挪亚时代的以色列百姓 那再往下看 那个第三个行动的预表 刚刚提到 举举同舌预表 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 再第四个职份的预表 摩西预表耶稣基督具有先知的职份 祭司君王等等这些都预表耶稣基督 然后在制度的预表 逾越节预表基督的救赎 祭司制度预表中保 主耶稣是中保 神治的政权 预表神的国度跟教会 是以神为王 那物件的物的 会幕预表教会 然后这个烧的香 预表信徒的祷告 那这个曼子呢 制圣所跟圣所之间的曼子 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体 当他定十字架断气的时候 圣殿里面的曼子 从上到下就裂开成为两部 主耶稣打破了身体 定在十字架 成群救赎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来到制圣所 来到施恩宝座前 这个都是预表的道理 那就有这一些 人物 事件 行动 职份 制度 还有物件 这些表达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休息一下 同心末导